信息量巨大 宁德时代发声 回应美国市场 有商扩产 原材料涨价等问题 近期因多个市场传闻 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股价出现大幅波动 2月15日晚间 宁德时代发布公告 据入了2月14日董事长曾玉群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奖礼 财务总监证书接受包括高龄资本 红商资本 腾讯投资 淡马锡 红山资本等在内的50名投资者调延的情况 公道显示 宁德时代股价回撤了近30%的幅度 春节后开盘的第一周 宁德时代股价更是一路走跌 市值蒸发近2400亿元 有市场消息称 宁德时代正在美国向专业机构求助 咨询其被美国制裁的可能性 针对上述谣言 宁德时代于2月13日发布消息称 近期网络平台相继出现关于宁德时代被美国制裁 被踢除创业版权重指数 与特斯拉谈崩等一系列谣言 引发市场误解曲解 影响企业声誉 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正式报案 将对造疗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开辟谣声明发布后 宁德时代股价小福升温 中信证券 东吴证券等多家券商均发布延报力挺 持续看多 而在宁德时代接受投资者调研时 也多次提及了对美国市场的考虑 首先在技术和关键材料上 宁德时代透露 布贤公司电池生产过程中 没有直接涉及到美国的材料 但BMS上的芯片部分源自美国 布贤公司已在做国产化 而在市场层面 宁德时代回应称 公司与美国客户互动较多 既包括新势力 也包括传统车企 双方共同探讨了各种可能的供应及合作方案 以及本地化生产的可能性 但具体情况需考虑到工人培训 效率 工会等因素 对品质与成本的影响 同时 宁德时代也透露了针对储能板块 美国的客户已提出 希望进行本土化供应 但公司仍需增和考虑动力电池产能 客户需求 生产成本等因素在确定 有业内人士分析 除了可能会涉及到被美股制裁外 与特斯拉谈崩的谣言 也是带崩宁德时代股价的直接因素之一 此前 也有市场消息传出 小鹏汽车在试图脱离宁德时代的束缚 拟引入其他的动力电池厂商进入供应链 因此双方公司高层还曾产生过争执 随后 小鹏汽车方面发布声明主动辟谣 并表示会一如既往选择宁德时代 作为核心合作伙伴 尽管事件的主角已经亲自下场辟谣 但关于车企集体出逃宁德时代电池供应的传闻 一直甚嚣沉上 如今网传的托斯拉与宁德时代谈崩的消息 则再度上演了此前的戏码 上述业内人士判断称 之所以屡次传出车企 脱离宁德时代供应体系的消息 与目前动力电池产业的竞争的白热化有密切联系 几乎每一家动力电池企业 均在迫切地想要切走市场的蛋糕 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 创新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全年 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累计15 4.5GWH 同比增长142.8% 其中宁德时代装车量达80.51GWH 占比52.1% 位列第一 比亚迪 中创先行 国权高科 LGC能源 丰巢能源几次其后 其中比亚迪装车量达25.06GWH 是占率低于宁德时代35.9个百分点 而在国际市场 2021年宁德时代的全球装车量达到96.7GWH 市场占有率为32.6% 其最强劲的对手LG 新能源去年动力电池装机量为60.2GWH 市场占有率为20.3% 同时 LGC能源也进行了IPO 吉祥与宁德时代 在全球市场一决高下 为了尽快抢占市场份额 宁德时代 中创先行 风潮能源 LGC能源在2021年多次发布扩产计划 其中宁德时代相继在宜宾 赵庆 宜春 宜昌 贵州及厦门六地布局了产能 总投资额约为845亿元 风潮能源发布了7次扩产计划 总投资额达776亿元 对于有商的快速扩产 宁德时代也在此次投资者调研中给出了回应 宁德时代称 有商扩产不意味着会增加竞争 有创新材料体系 结构体系的产品 才值得竞争 公司会始终通过材料创新 结构创新与极限制造 为客户提供最具性价比的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 近日 宁德时代以不正当竞争为由 起诉了风潮能源 案件将于本月开庭 据悉 2018年至2019年间 9位宁德时代员工在离职后 分别加入无锡天红和宝丁一新 为宁德时代的竞争对手风潮能源提供服务 而这两家公司均被法院认定为风潮能源的关联方 宁德时代认为 这9人违反了与其签订的保密和竞业限制协议 因此要求他们赔偿违约金100万元 根据中信证券披露 已于今年1月4日 与风潮能源签订了辅导协议 双方计划在2022年3月前 完成上市申请文件的准备 2021年8月 宁德时代也曾起诉过 理计划IPO的中创新行 称其动力电池全系产品涉嫌专利侵权 截至目前 这一起诉尚无最终定论 除了回应了近期市场中的多个传言外 宁德时代也在此次投资者调研中 透露了公司在上游材料 原材料回收等方面的布局情况 宁德时代称 碳酸里等原材料短期成本上升后 对公司有一定影响 可通过多种方式对冲 其中同 里可通过新技术大幅减少使用量 据悉 宁德时代目前正在通过通过长鞋 投资合作 回收利用 自行开采等方式保障里资源供应 其中回收方面 里回收率已超90% 里回收目前已在供应保障中起到一定作用 除了此前海外投资合作外 公司也在宁春等地投资里资源 自行开采里矿 宁德时代表示 从资源角度来说 不同产品优势发挥有差异 公司在现有体系做出了超长寿命电池 来支撑商业模式创新 在新体系方面 公司开发的纳离子电池 具备较好的低温性能 同时更高能量密度产品 还将在新领域探索实现突破性应用 展望未来 宁德时代判断 公司成长速度 组织能力与人员的国际化能力是最大的挑战 基于极限制造体系的可复制性 公司截至去年底 已累计布局了十大生产基地 未来公司拟加强海外基地布局 完善包括境外员工培训等体系建设 也面临更多挑战 近期 多家券商发布研报力挺宁德时代 其中中信证券分析称 宁德时代基本面依旧强劲 从市场份额来看 21年公司全球 国内市占率分别为32.6% 52.4% 连续5年保持全球第一的位置 龙头地位有望维持 预计2022年国内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为 550 962万辆 对应动力电池需求量分别为 286 500GWH 叠加高速增长的储能行业需求 行业需求端依旧坚挺 公司产能加速释放 海外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 有望加速突破